聚会善离婚事件还没过去 网友却纷纷被他的文笔吸引了目光 近日聚会善离婚的事情真的是预言预烈 而且随着时间过去 更多的内情渐渐浮出了水面 结果还没好好的心疼一下聚会善呢 网友们却纷纷被他的文笔给吸引住了 原来是聚会善跟大家解释与安宰贤之间的情况的时候 说过很多伤心的感慨 而这些感慨却一下子变成了网友们争相传阅的经典虐心句子了 聚会善真的太会写了 这一句句谁听了能受得了 太戳心了 文笔也太好了 他好像只是非常短暂的爱了我一下 就像你当初说服我结婚一样 这次也负责说服我离婚吧 我是住在家里的幽灵 你曾经那么爱过的那个女人变成了将士 还有网友留言给聚会善打气 他说以前真的超级迷花样男子 我认为这次行情迹顺了 他说回应不词 我认为这次是那个歌户 如果是这个歌户 我认为这次就会变成了 我认为这次看电影